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总奖金46 9万美元 约清台币1368万 德布里斯本网赛进入八强赛 保加利亚有小费大外号的迪米特洛夫 Regarding my truth 迎战英国新秀爱德蒙 Kyle Edmond 途中爱德蒙意外扭伤 迪米特洛夫抓着球拍跳过网子 立刻冲上前观看对手的状况 展现胜负以外更重要的运动精神 让在场观众为他响起掌声 而站到第三盘4比4 爱德蒙在一次接球时不顺扭伤脚 他痛被大喊出声 紧抓着右脚踝倒地 迪米特洛夫反射动作握着球拍 跳过球网到对面询问对手伤势 并帮忙穿扶爱德蒙起身到旁边治疗 这场比赛迪米特洛夫最后也6比4 6比7 3比7 6比4拿到4枪门票 而他在比赛的举动 让他在社群网站被网友顺赞 迪米特洛夫说 很不幸对手发生这样的事情 越过网子是本能的反应 我完全能感同身受 我真心希望他能好起来 最后二局不是他最好的状态 所以我才找到方法赢球 而接受协助的爱德蒙则说 直到赛后才意识到迪米特洛夫做了什么 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担心 这种感觉很暖 迪米特洛夫一直是个很好的人 迪米特洛夫飞奔到球场另一边 询问对手爱德蒙伤势 法新社 迪米特洛夫 左搀扶爱德蒙下场治疗 欧新社 迪米特洛夫 左搀扶爱德蒙下场治疗 欧新社